下午四点,辽宁南篮大手笔 郭艾伦终于不用走了 大家好,这里是大糖尿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CBA 聊一下上届CBA的冠军辽宁队 在上个赛季,辽宁队经过艰苦的拼搏 战胜了各自CBA的球队,获得了总冠军 这个冠军来之不易,但是也在预料之中 在半决赛和决赛中都是横扫对手 让广大的球迷看到了辽宁队的整体实力 和板凳的实力是多么的雄厚 这冠军是辽宁队对史上第二座冠军 随着上个赛季的正式落幕在休赛期 辽宁队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首先就是以前的功勋教练蒋星泉离开辽宁队 这对辽宁队来说是损失不小的 因为蒋星泉的经验和阅历是其他教练不可比拟的 另外向队员朱镕、刘志轩也离开了球队 随着他们的离开 辽宁队又将重新洗牌 又将重新磨合 这对球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下赛季想要获得冠军 在稳定住现在主力阵容的情况下 再加上强力外援才是完美的结局 可是就在近日传出了郭艾伦要离开球队的消息 郭艾伦是辽宁队的绝对核心 也是辽宁队的对魂 如果他离开 对辽宁队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球队实力肯定大打折扣 所以现在挽留住郭艾伦是辽宁队的首要任务 要做很多有必要的工作 这样才能够让他留下 就在今天辽宁队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重磅签约了西班牙的篮球名帅洛匹斯 如果这名教练能够来到辽宁队 对辽宁队的进攻和防守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大家知道西班牙队的篮球是以整体而闻名的 也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球星 在世界大赛中也战胜过美国孟之队 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他们教练员的能力也是非常高的 他的加盟能让辽宁队的技战术水平上升一个台阶 因为他的到来 主教练杨明压力也小一些 也能够让闹着转会的郭艾伦 看到球队重新撅起了希望 对留住郭艾伦是有很大好处的 希望辽宁队在下面还有大动作 让球队增加凝聚力 将下赛季C比A的冠军 辽宁队还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广大的球迷 你们怎么认为呢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评论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